好了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想介绍如何用ChatGPT POEM 去改善大家的英文作文 原来这个ChatGPT是可以帮大家改作文 举例 这里我有篇文章 sample 都不是做得太差的 甚至有download 是讲他为什么不喜欢迪士尼 I don't like this land Today I went to Hong Kong with my parents You can say that I didn't quite enjoy the trip 看上去英文都通信的 但是是否代表没有改善空间呢 或者可以再做得好些呢 可以将这篇文章给ChatGPT去评分 我示范一次 首先我抄好这篇文章先 Copy 去回PoApp Po里面有几只机眼 现在我就选这个ChatGPT 其实SAGE应该都不差的 我们选最出名的先 好 跟着呢 贴下去 好 贴下去之后呢 要个ChatGPT呢 帮一篇文章给分 或者就是comment 或者comment on the following essay 或者composition 或者看能不能叫他帮你给分 就是譬如十分满分 如果有那个评分标准呢 还更加准确 好了 我们试一下 好 传给他了 哎 立即有feedback 十分他给五分而已 其实编文出得几通讯一下的了 但是呢 这些英文都是像香港 港式英文咯 可不可以再改善一点呢 其实是可以的 看看他有什么解 那样 那样 Go overall the essay could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and clarity 可以再试得清晰一点的 就是呢 他有讲他的感受 但是没有解释到 你评论什么解释到呢 为什么他不喜欢直视来的 这个呢 挺有深度的分析来的 那有些呢 那有些呢 就说有些地方呢 就不清楚了 就是重复了 那样的 那跟着呢 给一些改善建议 对不对 那就improved the essay the writer could start stating the reason for not liking this land and provide with specific examples from the experience 那这就很多 那不如我们直接呢 叫他AI呢 重新再写一篇 当然要根据原本篇文章的内容 叫他再 rewrite 那究竟应该怎样改法才对呢 好 去 好了 他真的写走 I don't like this land a disappointed experience 好了 那这里呢 就真的重新再写一次 那我将它抄上去呢 就是check GPT前 和check GPT之后呢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before and after 我们做个比较啦 我们做个比较啦